大家早安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雜幌市的北區 然後在我家附近喔 那我剛剛開車停在這個便利商店 先暫停一下 因為呢我們家門口要開始出雪了 那在北海道的冬天啊 特別我住在北區啊 大家看到深厚 積雪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雪越濟越多的時候呢 道路就會越來越狹窄啊 不管是人要出路啊 甚至是汽車 有時候都很難出路啊 所以啊這個雜幌市政府啊 就會安排時間 把道路的積雪都清除掉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就要拍一下這個 這個除雪作業是怎麼做的喔 那通常除雪那一天呢 都會有一個傳單 提早通知附近的住戶說今天要除雪 那要除雪那一天呢 汽車啊因為沒辦法出路 所以要提早移車 那有的人會移在道路上 那我剛剛就是移到這個超市 或是賣場 然後暫停一下下 然後你就要看到路旁邊啊 有這種算是違規停車呢 你就會知道 今天這個道路上有在這個 開始除雪 然後前面也停了一台喔 因為這個要除雪啊 車子也不知道停哪裡 那大家就會放在道路上面 那這個交通警察 也不會來開伐山 然後看一下喔 現在積雪有多高了 這邊有一棵樹 這個積雪大約 目測大約快三公尺了 然後像這個切面啊 非常的整齊 代表啊 這個都是除雪車 有除過 你看啊 這看過去 一條線 這個真的是 就是 住在這個台灣的觀眾 或就是 其他東南亞的觀眾 真的是覺得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景色喔 然後前面啊 這一早 家家戶戶 就要來除雪了 那有一台 家用的 除雪的 機器 然後就會把這個雪啊 噴到這個 空地 道路的兩側 所以啊 空地兩側啊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像這種 私人的啊 除雪啊 就是說 他會請這個 推土機 然後把這個雪 推在這個貨車上載走 那我們家附近呢 一個雪季十次 大概是 三萬三日幣 一次大約 三千三百塊 現在我是走回家的路上 看到這個人行步道 這個是有人參雪過的 不然也沒辦法走 真的 北海道雪量真的非常的大 不能說北海道啦 應該是說 雜謊是 北區啊 然後他先把這路上的雪啊 用這個推土機先推到 兩側旁邊去 這是我們家前面的道路 那大約會費時半天到一天 然後呢 我家前面除雪的頻率大概是 一個月一次 那根據道路的大小啊 有他除雪的頻率 那像這種又更小的齁 就 更少來除雪 然後這條道路就是我家前面 現在在除雪了 那有人會顧在這邊齁 人車都無法通過了 然後整條道路都是雪 這一條道路都是雪 那現在這個是我家齁 然後呢你在北海道如果看到擦這個旗子啊 這一個這個 就代表呢我們有付錢請人來這個把雪 纏走 我們會堆雪堆在這一區 還是要自己慘啦 在二月的時候呢 每個禮拜五會來把雪纏走 不然雪越堆越多喔 那汽車也看不出去 那我們都有在固定在除雪 不然車子也看不出去 你看人家門口就會堆滿這些除雪的機器喔 設備 還有小孩子玩的 那現在已經到我們家前面了 然後大家看一下怎麼這個排雪的 我先把旁邊的雪壁 把它產爛 產鬆喔 人家的雪都在道路上面了 應該是除雪的第一個步驟而已 等一下會有其他的這些 這個作業車啊會把雪 載走 哇這個雪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每個雪季呢 雜晃市政府呢 都花非常非常多的錢在除雪 那去年 2022年的冬天 據說花了一百多億日幣在除雪 所以北海道這個稻米稅啊 據說就是角的比其他的這個都稻土縣還來的高 就是因為除雪吧 經過了半小時 你看到沒有 已經出不了門了 全部都是雪 而且這邊都絕成冰塊了 你看整片的 萬里長城啊 然後你看這整條道路我現在 要攀爬過這個萬里長城 我才可以出來 然後這是我家 我家在這邊 已經沒辦法出路了 很特別吧 那我走機一點拍齁 他們擋我拍攝 他們在作業 然後這個除雪車上面有兩個人 一個是在開除雪車 另外一個是在幫他觀察就是 雪況還是附近有沒有一些道路行人 兩個人的 那日本在這個公安上面是非常的注重 拍了非常多的人力 他們公安事故相對台灣是來的比較少蠻多的 那公安事故說實在啦 就是 派越多人來注意周圍的安全 急開了耶 他就有安全 如果不愛開急 就 比較危險 然後前面是這個沒有除雪的庭院 積雪積得非常的厚 那 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北海道這些 建壁率啊 容積率都非常的低 那這些空地呢 我猜想啦 就是要堆這些雪 一般呢我家附近的這個 建壁率 建壁率啦 只有40%建壁率 然後我要先回家一趟喔 還要爬過這一個 這一個雪山 呵呵呵 回家還要這樣子喔 看到多辛苦 這一個過了 呵呵呵呵 欸 欸 喔 你安靠 哈哈哈哈 排雪車 把雪帶走了 是嗎 這一個在爬子 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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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吧,走吧,出門吧 要不要走嗎 快去這邊 快去這邊 就是這一台齁 然後把這個雪啊,噴到這個卡車上面 就可以把這個雪清走了 你看他們在作業當中了 把雪噴到這個卡車上面 噴滿一整個卡車 讓大家看一下 撒謊是怎麼清雪作業的 哇 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 平常回家之後呢 大陸就沒雪了 那我們要出門了 回到家再拍整條大陸 清光雪的樣子 雪祭祭 三年 今天 2月4日至2月11日 雪祭祭 今天 今天今天 我們要去看見 今天 我們要去看見 三年後的雪祭祭 有很多人 對啊,清光會非常多人喔 嗯 嗯 我可以去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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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睡覺也沒有 所以我可以去看見 我可以去看見 那邊的店舖 平常我們也不會散步啦 外面實在是太冷了 哈哈 哈哈 再往一邊去吧 我們看完冰雕祭回到家 回到家之後這一條馬路 這個雪已經清得非常乾淨了 當然道路兩側還是有一些積雪 但是終於可以輕鬆的把車子開出去 雖然北海道有雪 滑雪非常的好玩 但是一般日常生活 雪對北海道道名真的非常的不方便 今天這一集就拍了一支影片 讓大家知道北海道怎麼除雪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